近几年华为在手机市场获得风生水起,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,而现在的华为早已经开始涉足高端市场,与苹果依旧高下。 而近些年网上也有很多粉丝为苹果,华为到底哪个更具性价比更好用草都不可开交,这就很好地体现了目前华为的知名度与实力。 而今年华为推出的华为P20也是惊艳到了我们,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华为今年的计划,那你就打错特错了。 华为今年真正的升级还未发布,预计再过一个月,这款国产最强的几件手机华为Mate 20将正式诞生。 目前网上关于华为Mate 20的消息已经是铺天盖地,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,来好好看看这部机器。 首先,华为Mate 20的正面,采用的是全区面屏,但还是保留了刘海和极窄的下巴。 而在培制方面,华为Mate 20更是强大的吓人。 据了解,华为Mate 20将会搭载,将于这个月发布的70980处理器。 而这款处理器也是首款使用纤纳米制作工艺制成的芯片,性能相比70970提升了一倍,能耗降低了1.5倍。 而这款处理器的主频,还将达到2.8G赫兹的高度。 不仅如此,像是DY,Manlook技术也将会在华为Mate 20与我们见面。 现在来看这部机器,真的是可气感满满啊。 同时,像是后着莱卡翻射,3D结构光技术,GPU,TURB和TOF技术等等专项技术都将会应用在这部手机上。 还有传言着,华为Mate 20还有旺采用一项特殊的技术完成滑盖式设计。 而这一专项设计技术类似Oper Phonics的前望式升价结构,但并不是所有的华为Mate 20都会采用这项技术。 据了解,它只会出现在华为后面推出的更为高端的华为Mate 20保时节版上,而到了我们最为关心的价格方面。 据了解,华为Mate 20国号,版将于5000元起步,国外版将会是999美元起售。 很多对华为Mate 20有购买欲望的朋友看到这个价格后都感觉钱包空空的,心里亮亮的,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华为Mate 20怎么样?你们期待它的面试吗?